电视剧《那年花开》岳正元改编自清朝末年女首妇周莹真实事迹 孙力出演的周莹在丈夫去世,吴家衰败之后 不顾世俗眼光和亲人误解 靠着从未过人的经商天赋 带领众人耕云习作,重振吴家大业 并最终成为为人成道的女首妇 然而周莹在成为女首妇的过程中是十分艰辛的 首先是吴家财产,遭到兄弟的霸占 生意被对手给抢走 周莹还遭到陷害,被抓沉堂 种种遭遇对周莹的打击特别大 然而周莹并没有被打趴下 她克服所有的困难,化悲伤为力量 从自己下地重粮,开始一步步走向成功 周莹用她的智慧和辛苦,最终赢得了所有人的敬佩 三个叔叔把吴家大印归还周莹 逆序后的周莹,终于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她跟养父亲自出去做生意 回来的时候一大群人在迎接着 然而,成功后的周莹内心还是很痛苦 因为她心里始终放不下5P 好了,就说这么多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关注点赞转发吧 谢谢收看,再见